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体谈观测站 我是球评李毅生 球会开讲 跟你分享篮球NBA的大小事 NBA今年季前整个夏天非常的热闹 为什么 因为Demian Liller他去了公路队 公路队把他们控球后卫这个板块做了全新的改变 那Drew Holiday去哪里 他从破荒者又被转卖到了萨尔吉克 萨尔吉克同样做出一个最大的改变 他们送走了Marcon Broden 把Marcus Smart这名主力的控球后卫也都交移出去 Gran Williams、Robert Williams的两名主力的风险也不在萨尔吉克正中 他们接收了Paul Gingas这名220公分的长人 同时又把Drew Holiday交移过来 所以整个东区其实做了一个蛮大的改变 公路 萨尔吉克两支球队从控球后卫的改变 他几乎颠覆了整个东区的生态 甚至于影响到整个NBA今年的征冠形式 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分享 今年NBA季外尤其是10月6号季前热身赛开打之前 东区的这种地震型的交易 它的确会影响今年NBA整个赛季的征冠生态 不过球迷最想知道的是什么 最关心的还是到底经过了季外的交易 经过了自由球员的重新整合之后 那么今年NBA最热门的征冠球队有几支球队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目前看起来从夺冠的盘口 从美国所有的专家从账面的分析来看 今年NBA球队大概有六支最具备的征冠的实力 第一个当然就是赛季第二 第二是公路 第三是卫冕军精快 另外在征冠级别球队里面有所谓的第二集团 第二集团有谁太阳队 太阳队的三巨头 我相信全台湾的球迷都很关注 另外就是胡人跟勇士 那么这六支征冠级别的球队 我把它分成两个梯队 首先我们来聊一下第一梯队的最热门的球队 萨迪克 其实有一名东区的球队总管 他在知道True Holiday被拖荒者 又交易到了萨迪克之后 萨迪克组成的Jason Tatton Jalen Brown 另外就是220公分的长人Paul Jinkies 再加上True Holiday的阵容之后 大家都不用玩了 其实这样的一个说法蛮有趣的就是 第一个萨迪克整体的战力 因为球星的名气 因为天分的累积 还有四巨头的组成 True Holiday他的组织 防守 关键球 以及他整个带动性 都是联盟一线的空投后卫 目前在True Holiday身上 一座奥运金牌 一座NBA总冠军 另外还有三座的年度最佳防守球 加上Jason Tatton跟Jalen Brown 整个萨迪克可以说是灌难一心 所以为什么在整个赌城的夺冠盘口里面 萨迪克目前超越了 卫冕军金块 也赢过了公路队 占据第一 我想萨迪克他整体的天分 值得大家注意 那目前在整个 真冠集团里面 排名第二的就是公路队 公路队把True Holiday 换成了Demian Leader 对整个球队可以带来多大的影响 Demian Leader 真的能够帮助Yanis和Kumbo完成 他在两年内 还可以再夺冠的心愿吗 其实大家都蛮关注的 我觉得对于整个公路队的战力 大家的看法是两极化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True Holiday的防守更好 组织能力 跟整个关键的节奏的掌控 他更清晰 但是在关键球的把握性 跟外线得分的部分 Demian Leader 是一名更好的得分手 所以 其实Leader的投篮 关键球的把握性 跟True Holiday的防守 他对于团队的影响 各有利弊 各有优势 那对整个公路队来说 Yanis需要什么样的对手 第一个可能在进攻端 更有武器 在外线的发挥 在进攻的能力上 可以打出更多的关键球 这可能对公路 对Yanis可以带来 比较大的帮助 比较看好 Demian Leader 可以帮助 公路队转身 成为一个更好的球队 这一派的意见 大概这就是占了五成 对公路来说 他赌这一把 他用True Holiday 去换来的Demian Leader 第一个 让整个团队重新组合 另外很重要一点 关键球的把握性 这是Demian Leader最大的擅长 所以究竟公路队 能不能因为Demian Leader的加盟 球队变得更出色 在总冠军竞争方面更有行情 还蛮值得大家期待的 那在真冠级别的 第一个三支最顶尖的球队里面 魏美军精快 其实我觉得他们今年夏天 几乎没什么作为 Bruce Brown走了 这名最出色的替补最佳第六人 另外就是很棒的角色球员 Jeff Green也离开了 任何一支球队 当你最重要的两块拼图离开之后 感觉上他的先发很完整 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我不这么看 因为上个赛季 金快队能够打出这么好的团队 除了Yokic 除了Jamal Murray 这两名超级球员 他的稳定出色发挥之外 我觉得金快队的角色球员 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 Bruce Brown让这支球队 没有裂缝 而Jeff Green的防守跟经验 也在关键的时刻 发挥了蛮大的作用 所以今年夏天 公路队改变了 萨尔迪克也提升了 但是整个金快队 在魏缅军的角色方面 他采取的就是 没有坏就不要动 他少了两个很重要的板凳兵 我觉得这对金快 会产生蛮大的影响 那接下来当然 第二集团的 爭冠三支球队 就是太阳 胡人以及勇士 其实太阳队目前 比较大的麻烦是 他能进攻 他的球星 他的持球能力 都非常的出色 Kevin Durand Devon Booker 另外就是 Bradley Beer 这三名球员 可是你要知道 Devon Booker是得分后卫 Bradley Beer也是得分后卫 那么对整个 太阳队的阵容来讲 那Eric Gordon这名 以投篮擅长的 最佳板凳 他应该摆到哪里去 从公路队交易过来的 Gresson Allen 这名防守型的得分后卫 你的位置又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 对整个太阳队来讲 新赛季 他充满比较大的变数 第一个 他的控球是谁 第二个 他整个团队 必须重新磨合 第三个 Frank Vocal教练 第一年执教这支球队 他怎么跟Devon Booker Kevin Durand 还有Bradley Beer 取得一个更好的默契 那我个人反而比较看好 目前在夺冠排名第五的 胡人队跟排名第六的勇士队 胡人队就账面 就天赋 就整个阵容的深度 我觉得他今年夏天 做得非常的成功 他的补强 他所有的拼图 几乎一应俱全 但是为什么胡人队 只会排在夺冠的第五名 两个关键 第一个 AD在过去四年 效力胡人的期间 他的出席率都低于六成五 等于是每个赛季 他从来没有打超过六十五场例行赛 这是第一个关键 第二个是Lab Brown39岁 过了今年 Lab Brown40岁 一个更老的Lab Brown 怎么带领胡人队的罗冠 大家当然有赢率 但是我对胡人队 Lab Brown的老 跟AD的伤 我倒不是那么担心 因为今年整个胡人队 他技外的补强非常的成功 阵容深度够 封线的强度拉上来 后场的部分 Austin Reeves Gad Vincent 另外D'Angelo Russell 我就组成一个非常稳定的后场核心 这对胡人队来讲 有极大的帮助 那最后 我要来聊聊勇士队 勇士队其实大部分的球评 跟美国的媒体 并不看好勇士 为什么 第一个他的内线没有补强 第二个 Steven Curry 35岁 明年36岁 另外就是Clay Thompson 跟Draman Green 上个赛季 他们两个已经七折八扣 这个赛季更老 两个人状况能不能维持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原因 那我不会这么看一个很大的关键是 过去两年 其实勇士队的板凳 不管是Kuminga 这一名201公分的小前锋 还是196公分的Mossus Moody 这一名射手都有蛮大的成长 今年这两名角色球员 年轻球员 在他的轮换会发挥蛮大的作用 另外就是Dario Saric 这一名208公分的空间型的长人 他加入了整个勇士队 在内线的轮换 身高跟拉开空间方面 他的战术素养非常好 他可以带来蛮大的帮助 所以在整个东区 我除了看好公路跟萨尔迪克 有可能成为最后 升卓东区冠军的球队之外 西区的部分 我会比较看好 胡仁跟勇士 这两支球队 会在整个西区决赛最终交手 所以NBA季外这么火热 Dominion离开了 Dru Holiday被卖了两次 但是我觉得整个联盟的形式 还是在这六支 争贯级别的球队身上 所以NBA新的赛季 其实还蛮值得大家期待的 热火队 他能不能有一个突破性的改变 另外大家蛮关心的 骑士队 国王队 能不能打出相对称的天赋 我觉得所有的球迷都很期待 10月6号 NBA季前热身赛开打 我希望常常可以在球业开甲 这里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 NBA最新通胎 另外 所有的篮球大小事 只要你有兴趣 欢迎你 不管在我的脸书也好 在我的社群留言 我会尽快跟大家来分享我的看法